各位观众,大家好,又来到电影文化中心香港的网台节目,香港气味 有William,袁永康,还有Eric,曾小宏 来到我们2017年,压续了,这次真的是压续了 亦都是我们这个杨帆时间系列的压续 因为大家都一直听都知道,七七八八,讲了很多集 这样来说,这次压续,应该是他的后期,因为现在他也不打算再拍戏 这两套是最后的两个作品 一套是陶飞,另一套是雷王子 我今天很配合,穿得这么好,下一集都配合你讲了题目 这样来说,陶飞这部片,大家多不多人看过 2004年,也这么久 讲讲一下,因为那时候也挺大,新闻的价值 因为就是张少慧,当年他们,跟白头陈 那当年,那个飞文,就暴露了出来 接着就变成新闻人物 怎知道,杨帆导演就找了他拍这个,做女主角 其实想起来也挺好笑 我看回,例如杨帆的本书提到 就是说,他以前本来想找钟振涛,去拍《楼金宗月》 但当时,新任B嫂就是他,张少慧 那时候还叫张蓉嫂 那时候应该说,不想他老公拍一些亲爱镜头 但转转这么多年之后,就想不到鬼拍《楼金宗月》 首先他要拍《楼金宗月》的电影,而另一方面 他比他老公更大胆 如果大家看过陶飞都知道,他是《露点》的演出 亦有很多SM的片段 我想一般,如果你是很道德的人 我都不是很劝你去看 事实上,中间很冲击大家,在性方面的事情 但当然来说,我又觉得他很大胆 我想主流的港产片,也不多处理这个题材 我之前也说过,近年所谓LGBT 即所谓的LESBIAN 即所谓的BISSEXAL 或者所谓的GY 或者Transsexual 即所谓的跨性别,各方面 那几样东西来说,其实杨帆都是触及到的 这件事,我觉得在主流的香港导演是不多 而陶飞其实也很厉害,因为中间真的有牵涉到变性 如刚才我们说的SM,即是变态虐待 各方面,也有同性戀等等各方面的意识形态 所以我觉得其实都相当大胆 亦都算是集合了他之前的《妖家王口》 是的,其实是的 其实是的 的题材,就是放在一起 其实我觉得完全是的 如果我们举一些例子 例如《妖家王口》很明显,因为他有人了 也有 因为这次其实也挺好笑的 就是扮演这个角色的就是重版庆子 重版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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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80年代最红的 就是女幽 日本片的 除了知道,这次要做一个 其实本来是男儿生 他多年后 已经变成了一个梅木夫人 当然他有一个年轻版 扮演他 那就是真的变性 很红 当时也是新闻 何丽秀 其实也挺有新闻价值的 你找到何丽秀 又找到张小惠 又找到张小惠 又有些性感大胆的暴露場面 甚至重版庆子 其实也不是怎么拍过香港片 你特意来到 就是做一个这么重要的角色 其实也很厉害 所以也很有趣 这个首先也有这个 其实也很妖佳皇后的部分 刚才好像你这么说 又是很美少年志愿 又是警察 那些军装制服 就触发制服诱惑 张小惠很吸引 吴嘉隆这个角色 穿着绿色的军装制服 上面要剪下报纸来珍藏 而另外一个 其实也有很多中环境 这里更加明显 因为其实他反复说那间屋 即是那个公寓 其实就是太子台 就是说这个梅木夫人 多年前在香港那间太子台那间屋 接着来说 就是叫张小惠做一个 好像地产经纪 叫他放售那间屋 所以这个中间来说 都挺多中环的 例如半山电梯 就是那些中上环的街径 等等的地方 所以其实好像你这么说 其实混合他 某几套作品的特色 当然更加妖艳 更加邪欺 更加逼人 你这么说 如果你这么说 其实张小惠前面 那个角色 即是他还没走进去 梅木夫人这个 关系里面 其实就像 祝福里面的 刀姐 那样 就是那个经纪 你也不说 其实也有很多 不同的元素 拿下去 那些很糞便 其实也想做他生意 那种的感觉 当然 他也没有刀姐 那么幸运 随便知道 可否要给这些东西 其实要大家看 其实整个故事就是 张小惠是撞鬼 差不多 其实就是 很明显就是 因为里面几乎都是鬼 梅木固然是鬼 何理修当然不用说 他是他年轻的 后商版 然后吴嘉隆 其实也是 而日本男母 Soul 也是鬼 Kim 等等 整班都是鬼 不过就没有很正面地说 他们就是鬼 到最后才揭开一个谜底 原来全部都是鬼 全部都是鬼 已经死了很久了 因为那个 张南无 在这部影片里面 做过摄影师 一早就被梅木杀了 其实暗示 已经被他杀了 然后后来 其实其余的记者 应该根据他 那个 飘出来的报纸 就说 其实应该在这个 南桂坊事件 那时候 比人踩人 那样 已经全部死了 所以张小韦又很离奇 来遇见这几只鬼 是的 接着又被他搞得 欲仙欲死 有些鬼片 就是做回他们 以前 死了的时候 那些事情 好像重复了他们 好像再生人 那些 神气逼人 那种 不过这些 就变成了 杨文老师 变成了很妻美 很 以这个 美感为主 是的 这次你说起美感 我想一样 其实也是很有趣 我想是 不知是否延续着油圆惊梦 那种很华丽 很奢奈 特别是去那间公寓 那种很纳杂 又很中式的 孙之椅 你看牆子 有很多西式油画 桌灯 水晶灯 有很多泡纹 即使你记得 梅木的衣服 都很浮夸 那些完全不像一般人 穿出街的衣服 很大件 大件的衣服 那些衣服 摘着头 摘着很厉害 然后穿泡纹旗袍 我知道杨导演好像很喜欢泡纹 但他这个真的很大胆的一个感觉 而且我觉得最棒的 你要问我 其实整套片 如果你觉得我觉得最棒的 其实都不是这么多 当然崇文庆之后 我觉得很棒 最棒是谷峰 谷峰 谷峰其实是一些影射 刚刚过身的陈志 有点可能也是 因为讲好像是经理人 但我真的想不到谷峰 一来有英文 又有国语 又有广东话 就是说他好像是想买一间楼 又有些镜头 又有些镜头 又戴着金丝眼镜 他真的从来没有做这些角色 还好我没见过 因为高峰 通常是比例上很man 阳光眉重 很少是做这些镜头的角色 但来到这儿 忽然间好像很镜头 挺有趣的 当然这套片来说 亦都混合了很多的旧歌 整个气氛 所以我觉得这个气氛有趣 其实是讲的是时代 是讲的是现在的 即是在当时拍摄的时候 即是千禧后 但你会夹杂到很多 梳罗河畔 很多的旧歌 在里面 而且亦都会见到 例如好像梅木 我不知道是不是 他早就死了 或者什么 他好像很怀旧 整个感觉都很怀旧 甚至乎 即是五六十年代 即是那种感觉 不是说现在很不好时钟 是这样的 而且章小卫有时又穿着旗袍 大个假发 他内女又想说 他被他们上了身 突然又跑去猜馆 找曾光 是呀 其实我觉得 如果严格来说 我就会觉得 这套片 如果你问我说的故事 我都会觉得是很淡白的 而且故事当然有很多位 你问我 我会觉得不是很痛 如果平成而论 这个位置 首先我几个位置 如果你仔细说到年代 一开始是不是说塔罗牌 应该是说梅木 还是男人的时候 去占卜 就是说你的命运 痛苦就是你的命运 就是你的命运 很坎坷 其实你问我 我严格 我有些怀疑 那个年代 几十年前 是不是很流行塔罗牌 你说什么灵雀占卜 我还不相信 去到塔罗牌 这个我是有点怀疑的 中间 例如你刚才说 例如出现 有时又有荷里修 有时又有梅 有时又有梅 重蚌庆子 就是那些甲杂 或者你好像这样说 究竟 他们 那些鬼 那些关系 你都看到有些少少 如若五里无中的感觉 当然 我觉得这个故事 怎样有点薄 有些地方 你常常看到 吴嘉隆 都在偷窺 那间房屋 又又不进去 有很多转 当然 大家留意 其实这些景不太接 其实那间房屋 你拍吴嘉隆 看去那间房屋 其实那里不是太子台 应该是澳门 其实其他有些 又回到中环 所以那些景 你看到 其实是有些澳门景 都不是严格 全部是香港 都不是真的太子台 所以你会觉得 我觉得有些地方是怪怪的 因为我觉得 那个故事 我觉得 有些地方 不是很痛 这个 我都必须 很垃杂 很垃杂 什么都有 当然很大胆 是绝对真的 中间有很多 SM场面 很多性虐待 很多 我想在一般主流港产片 真的不多见 而是落得这么重 那一次 这一次 我想杨导演也是豁了出去 而且这个组合也很厉害 例如日本 韩江 香港 都是很有坚密的一个组合 我觉得处理情欲 我觉得这件事也是有趣的 这么大胆处理 当然你说真的暴露 是不是很多 我又觉得不是真的很多 不是的 其实你看到真的不是很多 张小维也是露了一下 挖了两下 都已经立刻 隐隐弱弱 不是真的十分之多 但是我又会觉得整个 当然你问我也是欣赏 例如他那个风格 那种很奢华 那种很怀旧的 夹着一些毁味 那种的感觉 我看到有些影评 那时候 一些blog的影评 他们说有些像花样年华 其实是有影响的 绝对有的 那些长子 那些容色 是有点像 当然他是变了变态版的 一版本 鬼版 一个灵异版 花样年华 但是你问我 我自己觉得 我觉得这个故事 我不是说不欣赏这种 我不是因为道德的问题 也不是因为他中间其他问题 但是我会觉得 会不会内容上 好像更丰富 现在的感觉上 其实有些位置 是比较单薄的 就是我自己这样想 即是不太知道 他那个 其实想表达些什么 又好像真的不太明白 是的 你中间究竟 这样 即是怎样呢 我觉得张小卫的心理 那个变化又好像很奇怪 其实他好像当初 一时又说他很喜欢警察 然后又会陷入了这种迷雾 陷入了这些人的情欲陷阱里面 好像脱不了身 即是那几个鬼 又怎样又会选了他 等等 都很令人觉得很奇怪 一回事 即是可以说 可能他就是走了进去 他们这个世界里面 然后出不回来 不知道 后面又死了 可能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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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有些不得而知的 你问我 我觉得这些位置 我有很多question mark 看这部片 当然我会觉得 都享受的 但我觉得剧本 是否可以更丰富 现在变了很多位置 其实很多移民 和形作的一种风格 的东西里面 比较多 当然 我们这样看 都是有趣的 特别放在千禧之后 香港电影在这么低迷的环境 忽然间有一套 其实挺厉害的 找到这么多劲的人来拍 对 以至于一个制作 我觉得也是有趣的 因为重宝庆子 在当年80年代 火车之人也很出名 去找他 是啊 他也有拍很多情欲的东西 也是一个好戏之人 难得找到他拍 也肯去放下身段 其实拍这些 以他这么升级女优 叫他把一个变性人 其实也有很大的挑战 也是很难得 所以我也觉得很惊讶 另一件事就是 张小偉肯第一次拍戏 就拍到那么多 是的 这件事也很厉害 第一次也可能 唯一手 不是唯一 之后也有客串西片 但他真是较为主角 这一套 这个我都比较惊讶 我不知道 失了钟 应该是外国的 应该是外国的 但是他不是好像有拿了奖 是吧 最佳新人 不是印度 我想如果香港的话 可能是最多提名 但是你要这么说 当然整个感觉 而且我很欣赏他选了 潘迪娃姐姐一首主役曲 我也算是识吉慈女 这首歌很棒 一首这样的旧歌 用了来也很吸引 我经常觉得杨凡 有一个令我很欣赏 就是他用了音乐 每次都很精锦 也很典体 也非常令你 有少少妖良三逆的感觉 所以这个图色 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 意识之作 不是很容易入口 也是一个比较上 很大的集会的形式 我想一般 如果你抱着另一些期望 或者会觉得 什么是这样的 你猜不到 我都猜不到 是一个鬼片 你以为他有一些 当然是搞到 不知时日 但你不知道 原来是牵涉到 这么多 一些有灵意的色彩 在里面都有 而我们接着说的另一套 就是他应该 我相信 如果杨导演 不再拍的话 他也相信是一个 长片的部分 或是剧情片部分 押卷之中 就是《雷王子》 这套应该是最新的 《雷王子》 大概是几年了 《雷王子》 大概是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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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雷王子》 我觉得 如果作为他 我这样想 如果杨导演 真的不再拍的话 这套是作为他 最后一套作品 或是长片的作品 之外 我觉得这套 都是无愧的 我只要觉得 这套是好看的 我当时在戏院看的 我觉得是好看的 因为 我觉得香港导演 触及这段历史 真的不多 尤其是作为一个主题 是不多的 因为我说的历史是什么 就是台湾的白色恐怖 如果大家熟知台湾的历史 也知道 台湾自从国民党打败仗 去了台湾之后 其实令到台湾那边 酝酿了一场白色恐怖 很多的知识分子 很多是一些 或者是有阶级的人 或者各方面 都因为可能言论 各方面原因 也都卷入这个漩涡之中 也都很多可能是 要去思想改造 或者被关押 有些也都可能是 要死亡 等等 要猖獗等等 而这个故事 我觉得就是在环绕这个 是发生的眷村 大家都知道 台湾所谓的眷村 有些军人的家眷 他们的家属住 在台湾各地也很多 其实我们组织很多影人 都是出自眷村的 例如林青霞 张艾家 等等 都是住眷村大的 这是一个眷村的 一个空军的故事 也都说这个故事 就是在环绕这个 空军的家庭 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就是 忽然间有一天 就是他的父亲 被人说他是匪蝶 那样 就是当时 你好像亲共的立场 于是被猖獗 我没有记错 接着他妈妈 也好像被拉走 而辰转 他们那两个 就是小妹妹 接着这个故事 后期当他妈妈 再回来 就好像要和另一个好朋友 丁叔 对 丁叔 结婚 当然很多闲言闲语 丁叔 会不会说 丁叔 就是告密 令到小朋友的父亲死 会不会去告他 等等 亦都牵涉到另一个家庭 就是一个 将军家庭 将军是和他的夫人 后来这里也有政治变化 也牵涉到这些政治问题 后来也出现 刘将军又是曾光 是的 又是曾光 所以说曾光 其实陶瑟他们也有曾光招教 也有 没错 也有趣 招教做差妻 也很难得 这个也很有趣 什么邪牌爱差路 我都觉得很有趣 而这套 将军在类王子里面 曾光做了将军 将军夫人 后来好像夫人也卷入了政治殊墓 这套片来说 我简单地说 当然大家可以再看一套片 亦都出了碟 其实最令我的感慨 后来原来是真人真事 是 是来自焦皎的一个故事 焦皎原来就是小妹妹小周 是的 其实是来自小妹妹 就是她 她当年真的她爸爸 后来被人猖獗了 她妈妈去了六岛的改造 回来就和她的叔叔 结了婚 当然很多行言行语 但我想她将军那部分 应该不是 那部故事 这个是加上去的 其实话说是这样的 我看杨晓也提到 她的文章也提到 她本身就是很想写一些 白色恐怖年代 遭遇的苦难故事 因为她始终都是在台湾长大 大家都知道 她在台中也很大 变成是很想说 但因为牵涉到 例如台湾有很多政党交替 她又觉得会不会有些敏感呢 就是不好意思说 等等 一路辗转 其实她也接触很多 看了很多的资料 她也是想着筹备 有一次她就接触到 阿赵皎和她吃饭 跟阿曾光阿赵皎吃饭 跟着阿赵皎才美美到 这个故事 然后楊凡章 她就写成了一个劇本 写成了一个《雷王子》 当然大家知道 这个《雷王子》 其实来自这部片里 她那本 所谓的故事 这个故事 她那个夫人 好像说 她说过故事 就是《雷王子》 故事等等 所以就改了一篇 其实阵容也算很厉害 我都觉得 其实楊导演这个阵容 首先我们找到 做这个很惨 被人捲入船窝 就是做她的父亲 就是张孝泉 后来的丁叔 范職位 其实范職位 当年也很红 后来就真的没有了 真的很惨 但是当时很红 因为我记得 早期她比张孝泉更红 如果大家还记得 在台湾拍台剧《叶子》 那时候很红 后来也好像 我希望无期材 都签过《王家伟》那一篇 拍过《地下天》 那一批 那一期都很红 在台湾都很红 但是后来也有很多 她自己的原因 慢慢也都谈了 另外有一些新星 我记得有关榮 那些也是新星 关榮 朱船 朱船 如果大家有看大台 很多剧都有她 因为她是怀悦小姐 中华小姐 最初就说小姐出身 即选美出身 其实杨栋也有趣 印象中都不多 用大台的人 不知道为什么会找到 朱船 不知道是不是她懂得国语 很适合 有些很艳丽的样貌 都适合做一些 例如夫人 或者这类的角色 当然刚才我们说 小妹妹 将军 曾光祖 真容不差 又有高折 做司机 你现在提醒我 做这个告知 而且真的在台湾拍摄 实地取景 我觉得这部片来说 振用不弱 而且我觉得真的好看 真的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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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觉得是欣赏的 而且我觉得你过往对杨范有偏见 我觉得这部片不是很有她那种 挺不同的 挺不同的 真的有些大时代那种气魄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她真的 用了不再用香港那些景 走回去台湾 去回海岸 去回眷村 去回旧屋 真的有那种气味 是的 我觉得香港真的 你基本上 你还以为是台湾导演拍摄 因为说的是台湾白色恐怖 你只以为是古令街 那种 那种 所以我觉得是奇 因为香港导演去讲这个题材 以至于说得出来 是没有了杨范以往 以往你知道杨范很喜欢讲一些很純情 文艺爱情故事 两个姐妹图的故事 不是那样的 当然你可以说 关荣和朱船 都有一些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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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会觉得 那个位置也很弱 很少的 其实是不多的 其实都是说环绕政治气氛 令到他们的家庭的转变 那样东西 甚至以小朋友的眼光去说 都不多的 我觉得是不多的 他主要是说那个犧牲 雷王主的故事 就转转去到丁叔 即是范直偉 那个人 因为他懒了一块面 就是毁了容 原来教会的姐姐 这个故事 令到大家最初的原因 是一个坏蛋 被误会的一个人 原来受委屈 所以我觉得 这套片我挺推荐 大家看 因为过往可能 有很多原因 有人误会了 会不会是那些 风架 或者故事 这套我觉得是相当不错的 甚至我亦都觉得 主要曲也好听 林志祥 一开始 他用回首封琴 因为如果大家有看的片 或者看到一张碟都知道 就是说张夏全 很擅长的首封琴 他也用回一些某些音乐 有些像俄罗斯式的音乐 我觉得音乐都相当不错 所以整套片的气氛 各方面的营造 都是很出色的 但当然这套片 如果看回他的一些回忆 就是洋鹏回忆讲到 在后期因为参选 例如奥斯卡 或者各方面去到影展 亦遇了一些风波 因为牵涉到这套片 是用着台湾的辅导金 而且又牵涉到 例如 他究竟代表香港 还是代表台湾的等等问题 惹起了一些问题 我想 如果大家看回片 他讲的 亦都知道 最后来说 跟台湾一边 是不愉快的 就是 台湾一边又觉得 你用香港名义去参选 你又拿到我们的钱 就是各方面的原因 我想不知道 我纯粹猜测 会不会这个原因 是令到 杨导演 会不会有些 都心灰意冷 就是对于电影 就是觉得 拍到这样 是为了这些小节 知节而 惹起一些不必要 亦都不愉快的问题 是 当然 我看回他 有些访问也提到 就是他另一个 他之后不想再拍 就是觉得 电影开始数码化 大家观影的经验 亦都跟过往不同 他有一点 觉得都不太合 他那代人的感觉 希望我没有错误的存识 就是我觉得 这些位置 都令到他在之后 没有再拍戏 其实以他的年纪 都还可以再拍戏 就是现在 你今天看到很多 其实他这么同辈的 就是有 Ann 徐克 就是John Wu 那些人 都在拍戏 很努力的拍戏 杨凡然 反而 拍完《女皇之》 就停下来 反而 反而 就反而写了很多文 就是可以写了尊栏 结集 作家的身份 多了 或者重新恢复作家的身份 那个位置 就是修复这些电影 就是 我觉得这个位置 反而是另一样 当然 就是有得有失的 看看大家是怎么看的 那 作为我们这么多集 讲了这么多集 这个杨凡的系列 我不知道 Vidham 会不会有什么 你自己的感想 或者总结 都真的重新认识 就是看回整个 真的 有些真的 我们做功课再看回 有些真的 以前没有看过 好像涂飾 那时候 我一出 就是为了看张小偉 真的 所以没有这么说 就 买了回来 其实没有弄整套看的 然后 现在看回 不止涂飾 很多套都是 其实整个杨凡的系列 其实真的 没有大家 可能错觉 真的这么差 有些真的 他给到观众的感觉 真的 很 很不同 其他主流的电影 真的 因为我觉得 我们之前都 讲过好几次 就是说 他在主流的位置 是很有趣的 他在主流是属于边缘 他不是太主流的 他无论题材 选角 各方面 我觉得都有这个 这个特别的地方 而且 我今次再看回 其实 他是有趣的 无论他选择的地方 取材 各方面 有他的独特的位置 我觉得 过往 我们为什么不断地 跟人调 其实是被忽视的 其实过往 很多人可能会 嘲弄 或者有点 諷刺 会觉得 他那些东西 就是识一遍 或者只是一遍漂亮 或者觉得 他那些东西 好像很 很随便 但我觉得 你现在再看回 其实又不是那样 不是 其实绝对不是 甚至你现在看回 是不是真的 主流的港产片 是不是真的 其实有些都很一样 所以我觉得 放回到这个位置 其实 我觉得杨范有 他的地位 和他的位置 而且你又可以看回 整个80年代 一直到千里后 那个香港的变化 因为无论选角 无论去反映社会 你最明显就是 流金岁月 二联情迷 那批祝福 那批很明显看到 香港的变化 除了香港之外 他也挺想冲出去 其他亚洲地区 他又和新加坡合作 然后又有 去到后期 台湾 雷黄市 我不知道 尤元金黄是否日本也有 有份投资 有中国的协作 对 尤元金黄市 那些奉冠城市 也有中国的协作 而且他选的热角 我觉得有很多可一不可在 所以我也明白 如果大家有看回 新修复 或者你去到 早期的BC 他是不是有个电视 也放回一个 附近 展触了他 那么多片段 如果大家有留意 他拍了很多明星 我觉得也有趣 他的戏不是拍的 特别多 但他用的明星 那个 range 或者他那个数量 都相当之有趣 用了真是粒粒街星 就是我们熟知的 Maggie 或者钟楚雄 發哥 等等之外 甚至他那个跨道 去到亚洲区 日本 韩国 各方面 刚才我们说新加坡 其他的演员 都相当之多 所以这个我觉得 是不多的 特别是他这种 不是很主流的电影 他也会找到 龚扎李慧 重班庆子 这些很出名的 日本的一些明星 是的 事实上有很多演员 拍完他才是红的 张曼玉 刚才我们说龚扎李慧 或者吴燕祖 事实上很多是因为 他的电影之后 反而有个翻身 就是我们和他转了魂 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经历 而且看他 例如处理这个 我们说那个声 那个题材 处于这个程式的题材 我觉得也是很破格的 因为实际上 他拍这些真的相当大胆 因为我那个大胆的地方 就是说 有些人会批评他 有多大胆 但是他意识上是大胆 特别是放在主流 就是我刚才说的 陶式 讲SM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主流电影 会终于说这么多 就是说到变性 够不够大胆 拍到妖佳皇后 你今天也不多见 这个也是很厉害的地方 特别我们看到 很简单 因为我们今年日本片 也有一套 就是说这个编辑事 就是说这个 跨性变 你会看到 我看了 我就不觉得 比妖佳皇后更加进步 在意识上 其实有些位置 甚至于我觉得挺保守 所以我看回 原来九几年演拍 我香港或者 杨导演演拍 也拍了一套 我觉得这些位置 其实我们 都有一些值得欣赏的地方 再重新评估 再去分析 分享的地方 那我们讲了这么多集 希望大家可以 从中可以有些得着 或者和我们再有更多互动交流 也都在这集里面 我们都再一次感谢 特别是因为杨导演一直都关注 分享 也都很支持 或者给了很多 宝贵的意见 也都很多 或者他分享给其他朋友 看 或者很多前辈 因为他这个专题 原来关注了我们两个的 或者是某个节目等的原因 那我都再次感谢大家 多谢 那也都 藉着2017年 也都正式 我们都说 这一集是最后一集 那下年 我们会重新有一个新的题目 也都希望大家 继续支持我们香港的气味 那我们都再次 恭祝各位 2018年 就是这个好戏年场 多看一些好戏 健康快乐 大家 健康快乐 开开心心 2018年再见 多谢各位 拜拜